说起颂词,熟悉历史或者喜欢行政故事的人应该都不会陌生吧 他是世界法医学的鼻祖 他在影视剧里的形象也实施于白骨为有 一番推理印证,立即可以让死人说话 帅到爆,有没有 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么一群法医 他们利用一具白骨 竟然能揭开了四千年前的一桩凶杀案 位于四川梁州一族自治州的惠里县 也是一处历史文化名城 在这里,有个叫猴子洞的土坡 不要纠结它的名字 那也只是一个稍大点的土坡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村民在意 可是在2014年8月,那里突然热闹起来了 很多村民都扛着锄头铁锹上山 干嘛呢?都挖宝去了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传出来的消息 说是那里有古墓,墓里有宝贝 但这事怎么会只有村民们才在意呢? 很快,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就发布禁止挖宝的行为 一来不安全,二来也是真的害怕会有文物因此遭到破坏 于是,考古工作随之展开 几天后,一个墓葬群被展现在人们眼前了 原来此地真有古墓,而且数量还不少 整片山坡上分不住上百座古墓 它们方向一致,从东向西排列住 但形式简单,并非大墓,也没有什么陪葬品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一个坑给埋了 看上去更像是殉葬 对此,虽然考古学家们也有些失望 但是考古工作还是要继续进行 毕竟殉葬也是一种文化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也是很有帮助的 但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在一个编号为M101的墓中 专家在用刷子清理海骨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它们形状不一,质地坚硬,摸上去冰凉光滑 更像是石头 而在随后的检测中,也证明这些的确是石头 并且是古人用来狩猎的箭头 这些箭头分布在这具尸骨的头部 腹部,颈部,胸部等几处人体要害 而且数量多达四十多只 不仅如此 专家在周围的牧主人身上也发现了许多的类似的情况 这是咋回事 很明显这些人曾经遭受过石面埋伏 这说明他们都是被乱箭射死的 不过这也只是初步判断 这时候就需要考古学家们化身法医 来揭开这一场四千年前的大型谋杀案 首先从碳十四检测结果来看 这些人都是来自四千年前 新时期时代末期的某个族群 一群青壮年 其次,人类体质学显示 这些人都是古中国人 另外这些箭来自前后左右上五个方向 有的箭头已经深深没入了尸体的骨骼里 换句话说 这些人是被另一群人包围在一块儿 然后近距离放箭射死的 好,初步推断并不错 但看到这里 想必你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吧 难以想象现场的考古人员 是怎么面对这样的惨境的 究竟是谁 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要将这年轻人活活射死 专家一开始推测是部落入侵 要知道那个时候 各部落间为了争夺资源 关系还是很紧张的 但很快这个说法就被推翻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石头是很重要的资源 可以用来防御敌人的攻击 也可以用来攻击敌人 而制造一只剑的成本和代价很大 而且工序也是很复杂的 所以如果是部落入侵 直接将他们射死就可以了 完全没有必要浪费这么多支箭 还有一种推断 来得非常残忍 他们是死在自己族人手中的 这也就解释他们死后 为什么还会有人为他们挖坟安葬 但 古人会对自己的族人痛下杀手吗 这样的结果也太让人心寒了 答案是 会 1995年 考古人员就在西安市的林口村 发现了一个被万箭穿心的少女尸体 同样是生活在新时期时代末期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这是一个与外族男子相爱的姑娘 被自己的族人发现后 当成了罪负射杀 因为这一点违反了他们的族规 这就是未开化的远古人类 他们的残酷之处会颠覆现代人的三观 所以专家推测 这一群年轻人也是因为犯了自己族中的某项禁令 而被当成罪奴射杀 但只是一种推测 因为新时期时代末期的人 还没有发明文字 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 考古工作还在继续 后续专家们还清理出了一些更加吓人的尸海 他们被砍下了头颅 捧在了自己的手中 双脚还被砍掉 放在了头顶 好在这些尸体的切口处比较平整 这说明他们是死后才被人这样处理的 如此残忍的行为又是怎么回事呢 专家在这些人的墓中 还发现了一种叫做奔的石器 它是古人用来砍东西的工具 他们很可能就是死后 被这东西砍去了头和脚 然后放过在了特定的位置上 事后专家调查资料发现 这是一种特殊的丧葬方式 上古时代 人都很迷信 凶手的目的是为了让死者死后 连做鬼的机会都没有 如此乐毒 专家推测因违反族规 同族人可能是这些罪奴中的主犯 至此 一场四千年前的大规模谋杀案落幕 四千年前 一伙年轻人 因为违反了自己族中的规定 被当成罪奴乱箭射死 其中有几个主犯 还被处以更残酷的惩罚 他们逃不掉的 因为他们被自家的族人包围了 他们只能看住自己的身体 被剑贯穿 而他们的族人 在将他们射死后 可能还进行了庆祝 因为在族人眼中 他们是叛徒 这场射杀 也许在那个时候的人看来 再正常不过 但在今天的人看来 也太过凶残了 但真实的历史细节 是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有很多人说 考古专家下目的考察 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是光明正大的道路 但我想说 如果不是他们的辛苦发掘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 千年前 那个古老的世界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漆黑的地下 蕴藏着曾经的文明 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索吗